现在是2021年的10月了 今天咱们来看一个位于大洛杉矶地区呈现的繁华的办公区和商业区里面的一个全新的楼盘 大家好,我是洛杉矶房产Chris Liu 咱们看远处的写字楼,还有人建了一个空中的花园 这样的楼盘往往出租的属性比较强 就像我去年介绍的位于安大略十个门周围的那些楼盘 因为这个楼盘是在呈现 所以它可以辐射从整个安大略就是迪士尼 一直到尔湾整个的一个工作的区域 都是在20分钟的车程以内 而本身周围就有大量的公司和工作的人群 整个楼盘是由五个户型组成 地税仅有1.05% 这个是一个超地的数字了 这五个户型从1460尺到1900尺不等 从两房到四房不等 而现在开盘也是非常实惠的 从77万起到89万左右 咱们现在视频里看到的就是其中的一个户型 这个房子是三层的 刚才一进屋是一楼的一个卧室 有独立的空调 那么这个是二楼的客厅 因为两房的大概是1460尺和1700尺 那么三房的都是有1800尺以上 所以整个房子非常的宽敞 而这个是样板间 是位于小区的边上 对面就是一个公司 大家可以看到 而这个后面的大量的空地 将来就会是整个小区的位置 一般三房的都是一楼一间卧室 三楼两间卧室 四房的是一楼一间卧室 三楼三间卧室 这些卧室还是非常的不错的 尺寸也很好 而且基本上三房都有四个卫生间 这样每个卧室都有独立的卫生间 像这种区域和户型 整租和分租都是相当不错的 刚才前面讲过了 这个区域1.05一个超低的低税的税率 使整个房子更增强了 它的一个出租的属性 有大公司在周围超低的持有成本 而且适合出租的户型 那么这里特别要讲一下 有一个户型在最顶楼 还是有一个天台的 咱们从窗外看出去 就能看到外面的办公大楼 所以这周围上班的人 还是非常的多的 更多的资料可以看我的朋友圈 或者单独来问我 持续给您带来最具性价比的房源 我是洛杉矶房产Chris Liu 今天咱们就聊到这里 下次咱们接着聊